那我們今天室內要開始 我們這個Session邀請到幫助科技的 選總經理 那我們今天 第一個Session的議題 主要是Views Taiwan的發展跟應用 那Views的這個應用在台灣其實在 不管是在學歷全CDR的單位其實 學術單位都在使用 它是一個很好的資料品來從 原來是內地傳過來 所以在這個部分 陳總這邊針對這個問題 算是走過很久了 你們也會自備往來這邊參與方向的活動 所以非常開心能夠邀請陳總 來給我們介紹這個題目的新的發展 我們歡迎陳總 很高興來這邊跟大家介紹 一個關於台灣的發展 那我們等一下會稍微說明一下 有關於在QS發展的過程 它到底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平台 然後再來是 我們在接資料的過程當中 我們到底遇到哪些問題 每一個人在接摩世的過程 我可能會覺得 一對一的輸入是沒有問題 但事實上我們在接摩世的過程 其實遇到蠻多的狀況 大概從2001年開始到 2007年 持育都有在接新的發展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先從這些 然後在最後是跟 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目前我們在跟國外合作過程當中 大概會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跟他們合作 然後怎麼樣把這些經驗 直到國外 或是把他們的資料也進入國內 OK 那其實在整個 防禁監測的過程當中 在應變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一直會遇到說 從監測資料 我們可能要發出一些 到預警的過程 然後我們要發出一些警告 警示動作 然後甚至做一些應變的流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預防模式 或一些預警系統的協助 其實我們可以將這個 警告或預警的時間 稍微往前提 讓我們的應變的時間 可以再往前提升 兩三個小時 甚至要四五個小時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最早的目的 就是為了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想辦法透過模式 或是資訊系統的處理過程中 把一些有關監測的資料內容 或是一些應變的流程 所需要的資訊 把它匯爭起來 然後提供可能在決策者 或者是研判分析的人 所需要的資料內容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將可能集水區 所算出來的資料內容 轉換成有用的警戒詞 或是應變啟動詞 來讓我們的應變時間可以延長 然後再來是 其中相關於不同 可能應變需求上面 它所需要的資料內容 那我們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從水利組 參與這個平台的開發過程當中 大概從2005年開始 那從2005年到2017年 其實每年幾乎都有進水利組 做應變資訊的程序 所以通常我們知道的問題是 其實這些應變的流程 它其實一直在改變 甚至一直在調整 那每一個長官所需要的 其實每年都會有一些變化 那我們在這些變化過程當中 其實如果我們把使用者 釐清清楚的情況下面 其實預報系統 或是應變模式所需要的那種 其實相當的明確 但是如果我們把應變流程 整個盤蓋在一起 它的資訊相當多 所以如果我們就整個資料 處理面 在預報警報發布之後 我們要去做的程序就是 從開始的監控到應變程序的資料 然後到最後是 在應變過程當中 它可能臨時需要一些 到底哪些地方發生更嚴重的災害 我們需要去提供更完整的資料內容 那 當預報 海中的最大降雨慢慢結束之後 其實最後反而是災 或者一些資訊的會等 在什麼應變流程上面 我們需要做的方式去 斷的從檢測資料到應變資料 或是預報資料內容的供應 然後在應變過程當下 我們展觀聯署針對某個特定的區塊 它所需要的輿量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很快透過資訊系統 就是現有的網 網頁平台去拿到這些資料內容 其實都可以透過很多方式去取得 那我們主要是透過QS的方式 去將這些資料內容計算出來 那計算完成之後 其實後面最重要是 怎麼樣把這些資料內容提供給後續的系統 或者是提供給所需要的人去做使用 那我們等一下整個介紹過程 我們大概會從這樣的發想開始去做 OK 那其實我們很簡單講 QS其實是一個專門在處理資料內容的資料處理平台 那我們目前在可能在處理資料過程當中 所需要的匯入的格式 像我們目前處理最常見的 像氣象局的QP上的桌面 或者是氣象局的預報資料欄 像是WBPS或是ETQPS 這些預報資料欄資料欄 因為它的答案格式可能都不太低 我們在處理這些檔案格式過程當中 要做的動作上是想辦法讓這些資料的流程比較多 因為我有透過資料流程的標準的話 我們想辦法有效的把這些調整 那所以從前面的資料的處理跟匯入 我們希望讓這些資料能夠標準 雖然在早期開發過程當中 每一個氣象局或是每一個預報產品的開發過程 它可能就會針對它自己的需求 去闡述它會議的資料內容 那在陸續這幾年發行過程當中 其實像氣象局它也慢慢在調整 它的預報產品支援的格式內容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合作方式 持續把他們資料內容的會議進來 同時我們也希望透過在資料交換過程當中 這樣的標準可以讓大家去share這樣的流程 所以除了前面的資料供應 我們希望它可以標準一下 那中間資料交換過程 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標準化程序 讓這些每一個資料流程 在經過輸入然後驗證轉換過程 都可以取得到一個統整的流程 甚至每一個計算過程所計算出來的 我們都可以在事後再去回溯說 它到底算出來當下是不是什麼 我們原先估計的結果 因為在一面當下其實整個情況是很緊急 你從資訊系統所接收到資料內容 到最後的過程當中 可能展觀過中間到底算得很快 但一般傳統我們透過網頁的平臺 去展示的過程當中 可能沒辦法進行檢視裡面的資料內容 那所以在透過QS平臺去做這樣的處理過程當中 所計算出來的每一個結果 其實我們都可以回溯它的資訊內容 甚至是去解析它在計算過程中 所使用到每一個場所 那這些這樣的資訊內容上面 所以它不是作為最後的 可能應變角色者所看到的平臺 它是使用的這樣 遇到分析的人 或是點換的其他人 甚至是我們講的模式開發者 它想要測試這些模式 要應用這樣的流程 讓這些資訊內容 可以很快去確認起手作的使用的平臺 那它的產出結果 才會再提供可以後續的 像是每個應變系統 現在大家可能在網頁上看到的 可能可惜利亞的網頁系統 或者是水利署一些展示平臺的系統上面 讓這些資料內容再提供給他們 所以我們在資料的處理 我們希望讓它可以做標準化完成 然後很多市的運算 我們也希望把它在做資料 加上過程可以達到一個標準化的流程 那甚至在最後資料的輸出過程當中 也讓它達到一個標準化的流程 那透過我有這個三輪方式達到標準化 它才有辦法真正的處理自動化的程序 那這樣的規格 在國內其實慢慢的從2000 我們今天我們講真正開始的有效的去調整 大概在2000年五年之後 慢慢的有大家越來越多的idea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把model 可以從學書型的研修模式 慢慢變成操作型的model過程當中 讓它要從原有的可能每一個專家 覺得自己開發的格式 慢慢可以變成一個通能格式去做資料交換 那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讓這樣的內容在一個單一個PC 或是MOKE上面去完成計算 那我們也可以讓它變成直擊的Sever 讓它做Apple-Sever 那目前在以水利數為例或NCDR為例 我們在開發資料內容過程當中 其實都是先過單機平台上去測試 所以我們甚至好這個模式已經確定它可以做 而且跟模式的開發者或資料的確認提供者 剛剛確認完成之後 我們將這個計算確定完成之後 我們上傳到Sever 那這些Sever上面 它可以在VN的環境架構 也可以在實力主機架構上面 所以目前在水利主播NCDR的系統上面 其實它都是透過VNCDR去做運算 那在運算過程中 它可以針對它的需求不斷去擴充它的VN環境 讓它配合它的運算量去做達成 所以目前我們在像水利主在運算 這個淹水模式的時候 我們之前測試可以讓VN環境 擴充到大概40% 所以它需要大量運算 所以這樣的Sever 量配合模式的需求去把它做運算量提升 那這樣的過程當中 從最延遲的資料開發到最後的模式做到它運算 都可以讓這個所需要的使用者 依照它去做不一樣的使用 所以在應變過程當中 所以我們主要是用Sever 讓它自動的去提供一般其果跟取得效能 那所以在讓它達到自動化之前 相關的資料聯繫或是協調 甚至是其量體供應資料的時間點 都需要確認取消 因為從最早期可能我們資料量沒那麼大 然後慢慢我們其量體的資料 越來越豐富之後 它給的資料時間也確實慢慢往後避免 我們之前最早大概在整點或者十三分之四分 我們可以取得完整氣象最新的預報或光線 但是在氣象局慢慢從大概前一開始 慢慢擴增 然後還要預報結果的資訊公益 我們現在大概到十九分 我們要把所有的資料介紹完成 然後才提供給後續的模式 那另外一個時間的壓力方面 是我們需要在拿到資料之後 在一個小時內 到下一個小時之前把所有資料運用完成 然後提供給頻道 所以在這邊還需要去配合一些可能效能 好像甚至是只要去做 模式的最佳化的配置 都是需要去做討論的 OK 那我們在這些資料過程當中 其實從最早的 always都有官邦提供的資料鏈 那我們在處理過程當中 慢慢隨著 和各國開放資料內容供應之外 其實很多資料內容上面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資料可以供應提供出來 那我們最早的資料內容 其實只有數一數 還有氣象局的資料內容可以直接 然後後來發現到其實在國外有些資料內容 這就是無論我們拿不到資料內容 我們透過國外的兩歲資料 我們直接去解析它的資料內容 那所以我們在處理過程當中 從最原始的官邦資料 我們講的就是從經營性 它是不太願意公布給一般的使用者 去使用的什麼類 比如說是一樣的地方 或是我們講的事由的地方 然後的資料處理 慢慢的隨著政府開放資料的態度 我們目前主要資料內容 我們可以把他們的巴士 都可以從開放資料裡面去 那另外一個開放的原因是 我們在跟國外合作過程 像最近在跟歐盟那邊合作的一些計畫 那樣上面 我們要取得像中南幫黨的資料內容 其實他們沒有對應的力量設斷的完整性 那麼多 所以我們會說我們描冊的像 會是描冊起來的什麼 這些資料的資料 然後還有GNS的遺報資料內容 這在國外都是屬於開放資料內容 可以取得去取得任意 所以我們目前主要的資料內容 除了國內的遺報資料內容以外 就是像是這樣的 其他大部分的資料內容 都可以透過開放資料內容 去做模式的建設 甚至是取得一些不分的搖車 所需要的 模式所需要的一些 參數資料內容 去進行處理 那甚至像 預報資料內容 在國內所使用的GFS 甚至CWNF所提供的預報資料內容 目前它都屬於開放資料內容 也可以透過更長期的資料 因為國內目前在做 像預料預報為例 其量目前最新的可以提供到 兩周的預報趨勢 那這些資料內容 其實在五、六年前 我們其實都可以透過GFS的資料內容 去做一個比較長的確定 但是確實在模式的使用上面 也有差 因為其量不會在地區做一些可視化的調整 所以在資料使用上面 我們慢慢從官方的Data 慢慢延伸到國外 甚至一些開放的Data 經濟使用 那我下面有匯成一些 目前像荷蘭他們 因為他們跟各國接觸到很多資料內容 所以在一些各國開放資料內容 跟模式、數字模式相關的 他們也把它匯成出來 來透現這個網址上 然後提供給大家去做一些參考 那其實很多資料在產生過程中 或加上過程中 希望讓這些資料內容 可以更快提供給國內相關的使用者 因為像我們在計算 每一個跟我們合作的模式開發者 就是跟我們說 你可以用哪些資料內容 提供給我去做一算 因為像我們目前最常接觸到的 大部分是雨天生類 那每一個上級長官都希望 可以更早知道說 到底哪邊可以下雨 或是哪些資料內容上面 可以比較早知道說 哪個地方是比較危險 或是比較重點的區域 像水利署目前在推動的一些 黃薰熱點的硬體 那他也是希望知道說 到底哪個地方 在大雨或好雨來臨時 他可以提早去做預警 那這樣資料內容上面 最早在國外上面 他們都是沒有透過15天去遇到的結果 來做一個早期的推幅 那這些資料內容上面 可能最早的台灣 可能都還不是標準的檔案格式 像那個CDF檔案格式 這些在國外的標準一方模式上面 它都是一個公用的標準格式 但是我們發現 國內即使命名是 它檔案規則 檔案規則也許是內的CDF 但是因為它在程式鑽結過程當中 是會有一些數上面缺了 或是它的參數 沒有辦法讓整個內的CDF檔案格式要整 所以它會掉一點的重量參數 搞定它們有辦法做到一個真正的作用 那這樣的資料內容上面 我們在做資料交換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會希望說 假設它們在做資料公用或資料開放 甚至在模式鑽結過程當中 如果它可以處理這樣檔案資料內容可惜的話 或是做這樣的資料交換的話 我們就可以讓它很快取得 當模式所需要的資料內容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各個單位在公用資料內容上面 通常因為都是跨領域的方式 所以通常像氣象單位 它會覺得我給出來的資料內容 可能每個人都知道怎麼去處理 但事實上你發現 就有滿重的落差存在 我們需要知道它的檔案座標系統 甚至它所提供的投影座標系統 跟我們一般長樣的投影座標系統 都是不太相同 所以在資料檔案過程當中 甚至它的座標系統 時間格式、時區上面 都是有不一樣的需求 那像資料內容 再從資料的輸入到模式交換 甚至資料輸出 都可以透過目前這幾種格式 去做有效的交換 那我們後來發現到 目前在國外的一些資料交換格式上面 他們慢慢朝向內的CPS檔案格式 或是Greview檔案格式 做一些標準幾項格式的資料交換 那算完之後的結果 其實我們會有很大量的預算結果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將這些資料製作後續的分享 其實如果有標準的資料組成格式 其實讓大家去做需要的時候 相對也會比較容易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們到底有哪些資源 需要去做一些判別 然後我們會建議 今天要使用標準或同樣的格式 然後我們讓它透過自動化的配信 去完成這些資料的前處理 需要去做 OK 那目前我們在 氣象局界階的資料內容 和水利索索光應資料內容 甚至是時報局所提供的 雨量資料內容的內容 的資訊上面 我們可以把全台灣主要的 所謂氣象資料內容都匯成進去 那 除了常見的雨量站 然後目前的議題 推上資料內容 以及預告結果 然後甚至一些搖側的資料內容 然後還有一些 核口特殊的草位資訊 那我們都透過電視的排程 讓這些資料內容 有效地匯成到平板鏈 因為每一種模式 它在計算過的話 它有一些細節的互相和差異 所以 會依照模式的需求 選擇它所需要的資料內容 提供給我們自己的預算 所以 以我們目前最大眾的資料 和Source來源 其實是預量資料內容 我們從地面的預量站 從我最早開始接觸的預量站 從300多站 到目前大概800多站 就是預量資訊 然後大概800多分預量站 然後QP上的系統的資料內容 然後再來是 STPSWARP的 集團企的預告 這樣可以提供 未來每一小時 只用未來12小時的資料內容 然後目前 可能在台風號的時間 大家可能比較常接觸到的 細節預報的 WARP的細節預報 的VTPS的結果 或是在台風號的一些 其量的 其量旅程中的 VTPS 這些資料內容 我們在使用最後的當中 就依照 或是在去穿過程中 所需要的時間解析 或是在去穿過程中 所需要的時間解析 然後提供給每一個模式 它所需要的 可能是網核型號的資料內容 或者是 擠隨區的型號資料內容 提供給模式 規定做預算 所以 在這過程當中 你也會有遇到一些時候 是不安的一個模式的結果 非常不影響 那我們要進行 入口車廠漢的調整 的時候 也需要去知道說 它到底在供應的頻率 或是轉換過程 然後我們也辦法 即時的資料調整 像之前我們有發生過 兩次台風號宇事件 其量體 希望我們在台風號宇 時間使用的 ETQPS 有兩種頻率 那我們在直接 入口車廠漢 臨時去做資料策劃 把它變成 細節預報的 平均 以後 反應75%的硬道下的量 來做我們的資料供應 那 這樣流程上面 其實 除了持續的供應 和使用這些資料內容 之外 同時我們在 以水域署的計畫裡面 我們也會跟氣象 去跟氣象體說 我們用到這些資料可能 我們會遇到什麼狀況 希望氣象體可以依照一些使用上面的經驗 讓他們可以持續的去改進他們的產品 然後讓雙方可以比較知道說 雙方的資料內容到底有哪些類 那 除了資料以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接了很多不同的模式 從水域模式 目前水域模式 目前水域模式是台灣目前在所有的平台上 Pew平台上面最多的模式 那從商業軟體 甚至是個人開發 還有一些學術單位所研發的 降機的模式 我們都可以透過家族的流程把它傳接起來 然後另外是水域模式 是從核酸到降雨具油之後到機關核酸食味 然後再來是電水模式 那電水模式 那電水模式是我們目前運算量最大的需求來源 就是它所需要的資源相對是比較多的 那我們目標上面是 希望我們在接收資料之後 取得資料到完成資料的提供之後 可以在一小時裡面完成 所以目前在訪訊期間的話 這邊會每小時提供最新的淀水的情況 給水域屬進行參考 然後我們也接在水域屬的資料發展過 然後我們也接了地消水模式 甚至是一些地消水模式 在平台裡面做測試 然後玻璃工廠模式的話 是我們在跟NCDR合作的時候 所接觸的 然後還有跟交大法蓋作室那邊合作的時候 所接觸到的模式 然後海上模式的話 目前在資料內容上面 除了可以插接模式外 主要是接收預報的結果精 那氣象模式的內容上面 也是銜接預報結果精 那除了這些是台灣已經接的模式以外 其實世界各國上面 他們也去了很多的模式 那在各國在合作過程中 他們發現這這樣的模式在測試過程中 其實也有很多的資料的使用方式 其實如果你台灣經驗上來使用的話 其實相對來講 我們可以提供更完整的測試資料 因為還有辦法經濟台灣高強度的這樣 甚至脫地的一些激水區的一些使用 甚至我們需要的延伸時間會比其他國家都還要快 那其實我們可以做很多不一樣的測試的結果 那這些資料模式可以更完整 或是更狀地去提供它所需要的資料內容 那我們在應變執行過程中 其實現在的系統平台上面 其實它有每天20小時 持續它的接收資料跟預算 那唯一的差別是 在台風號的期間 我們要去依照 可能其他目前建議的資訊內容 去轉換履歷包降雨量來源 那這些提供內容更多的 它所使用的資訊 所以我們在台風號語期間的最主要內容上面 是將這些羽樣資料來源 從羽樣站轉換成羽樣站 然後網格式的降雨量內容 轉換成起霧降雨量之後 提供的模式進行20小時的運算 那台風號語期間的差別是 把資料轉換成 氣象裡建議的 比較可能對於台風時期 會過降雨量會比較準確的 ATTPFS 進行後續的資料的預算 所以這樣的流程上面 我們讓它做有效的資料交換 OK 那其實我們做了很多資料交換 其實最簡單的做法是 我們讓資料交換變成標準化 那就是GIGRUS在做網格資料的計算過程中 我們將模式所需要的結構 確認下來 然後模式所需要的輸入的條件 其實也要往後 這是它的計算結果 那我們透過標準的 每一種模式 我們去確認它的資料執行Io 然後讓它可以有效的去做交換 然後同時讓這個流程變成一個標準化的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去籌劃每個資料處理的流程 甚至是 我們在計算過程當中發現這些輸入的資料內容 是有可以做不一樣的調整 我們可以依照我們的流程上去修正我們的交換 所以在GIGRUS裡面 我們可以將每一個的處理流程都是一個模組 你可以將這些模組去做不一樣的資料組合 甚至是跨模組的資料交換 讓它可以做不同的資訊的處理跟流程 然後理想狀況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讓它自動運算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運算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到有很多問題 因為在運算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最常被問到的是 模式的輸入輸出 然後到底怎麼去做 然後再一次 我們接完之後這些模式到底怎麼去做 那其實我們在最早從模式輸入 甚至是來一些起始條件 但模式開發者說 你沒有起始條件 你前面的引力修條件到底合不合理 我們會有人提問說 你可能起始像一樣 或是我們講零件這樣一樣的 彈數的資訊 到底有沒有辦法進入模式去做運算 所以你在這樣的流程上面 讓它可以去做一些資料交換 但是這樣的流程上面 是不是都有辦法正確被取得 事實上 並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要去讓很多模式的開發者 讓它有辦法去達到一個 跟模式前接者一個做資訊交換的工作 那它會問到很多資訊的狀況問題 甚至我們在接模式過程 我們也會遇到這個資料內容 到底從哪邊來 所以我們需要去讓模式開發者 想辦法先讓它建立起它的模式 跟美娜雷克 因為透過這樣的美娜雷克建立上面 我們有辦法知道 不過這模式在運算過程中 需要注意的事項 所以我們從大概2012年開始 我們陸續希望模式開始 再去做一些模式的詮釋 只要做的建制 那目前在水域署的淹水預警 洪水預報跟淹水預警的模式 已經開始陸續去透過這樣的模式去建立起來 從模式的輸入 模式的輸入 模式的縮縮 和一些模式的維護的基本資訊 我們可以讓這些資料內容 慢慢的打到一個比較轉發的方式 至少模式開發者 它可以有效地把這些資料內容 同時這樣資料匯整完之後 相關的研究單位 在使用這些資料模式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更快去瞭解 對於一些模式在使用的一些指定的條件 那我們目前的做法上面是 透過Sale的方式去把這些資料匯整 因為模式開發者 他可能沒有那麼有效去把這些資料匯整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我們建議一個改革 請模式的開發者幫忙協助去填寫這些資料內容 因為在填寫過程 然後它會稍微再確認一下 它所提供的資料內容 還是會跟它的流程中的特異 那我們在今天模式的過程當中 也透過這個方式去再跟 模式iPad再去做一個大部分 理想狀況上面是 這樣的流程應該可以做到資料化 但是事實上我發現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資料累積 慢慢讓目前水裡水的模式可以 如果依照這個方式的資料光益 我們可以讓它大概從圓寫一個月的 減貼的流程慢慢把它收藏 這樣就可以再 只要它的完整是一部分 我們可以再一點點把一個資料模式清除去 然後另外一個最強的問題是 你們是接完之後到底算了怎麼做 那我們做法的方式就是 其名模式在開發整體公圖標準的測試上面 那我們在它的Model上面試用一次 確認它幾個模式可以正常被執行成的 那一樣我們也用這個標準資料沒有 在我們的平台上面去測試 去確訪每個計算出的幾個資料 所以我們在這個資料內容上面 這次以Headless的資料內容去做測試 然後Headless做的模式 所計算出的結果 我們在透過QS平台去先接出 或所計算出的結果是一次的 然後這樣的流程上面 去確訪說 我們這樣透過你所提供的資料內容 和這樣的創接流程上面 我們有辦法達到模式的運算結果 跟模式的輸入結果 跟原來是一模一樣的 那當模式算完之後 接著我們要開始做資料工藝 其實資料工藝上面 我們希望能把這些資料內容 有效地提供給使用者 但是在工藝過程中 其實我們還會遇到很多格局 是模式開發者 這些資料其實我不必要 我怎麼把這些資料移除掉 或者是它所提供資料內容 才可以適合插一下 那我們的做法上面是 我們除了提供讓模式開發者 可以很快接資料以外 甚至確認資料以外 甚至我們需要提供給不同平台 上面去穿些資料內容 那我們目前在資料內容上面 會成為一圍的資料內容 還有網紅式的資料內容 那透過這兩個方式 把資料工藝出來 那同時 假設是一圍的資料內容 或網紅內容 讓它可以透過API方式 或是穿結方式 把資料工藝出去 那一樣的 這樣的資料內容 其實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其實我們從2000 我自己接觸計畫 大概從2005年開始 每年的資料內容 其實持續累積 像以QP上為例 從2005年到現在 大概63萬筆的資料內容 那每筆資料其實它是多一個網紅 如果我們要去看到每一個網紅區 它的量 應該更多的 可以讓我們去做一些分析更容易 所以 我們從一天資料 從700多萬 我們講 783 這個是把所有網紅的資料內容 全部都解散出來 它所涵蓋的資料內容 我們可以慢慢累積這些資料內容 那有些資料是不是需要的 有些資料是不是不需要的 其實我們在應用過程中 最重要的是 覺得我們到底需要什麼資料 因為 有些海洋方面的資料內容 可能當下我們覺得不需要 但是 我們在做不同領域的 使用過程當中 它可能會需要 一些海洋上面的 有關的一些資訊內容 所以 在大量資料累積過程當中 最常的多少資料 我全部存下 我後續在做分析 那另外 在事先抓過程中 可能我們就要先做 到底哪些資料 是我們在業務上面 會喜歡到 我們在源頭上面 就要開始出一些資料 那我們這些資料的儲存 都是可以達到一個最強化的 那 我們目前在跟國外接觸發現 目前越來越多的相關單位 在國外也使用 那些資料很合適 那我們大概也在去年開始 就是將水利署相關的網絡 不要內容 同關層內的資料 所以它的好處上面 是 它在一個檔案裡面 可以同時 除了多個維度的資料內容 時間 空間維度 所以每個網絡的點 像我們傳統做老項 一省的AC 可以有的檔案可視 我們在 可能每一個時間 它就一個檔案 每一個時間 但是如果我們拔除 內的資料 可能我們一天的資料內容 它都存在一個檔案裡面 那這個檔案的可視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針對我們需要的區域 去做一個擷取的動作 我們不需要把整個檔案 都刨下來 去計算做處理 那這樣的動作上面 我們可以讓 我們在做資料運算 或者資料使用上 還可以更頻率的 更快速 因為傳統上面 如果我們一次 全台灣有高解析度的資料內容 如果你要把整個檔案 擋下來 可能解析度比較高的 可能是1.2百分 那我們再處理過 然後我們只要針對可能特定的區塊 或特定網核點 我們去做處理的情況下面 其實我們可能放下 的資料內容 我們可以做DK 對 不過這樣資料內容 格式的話 我們可以有效去應用這些檔案內 而且運算效能會更理想 我們剛才提到 算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都是需要用到的 那像我們最簡單的資料呢 就是E3的ASD格式 然後其實 在每一個模式開發者 在使用上面 它所定義的空置 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資料圖過程當中 需要去讓這些流程 還有資料的命令 還有它的規則 可以達到一個標準化的動作 然後讓模式開發者 跟平台的形態可以更方便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計算出來的網格結果 是不是都是需要 像有些計算顏色模式上面 它會把每一個網格都計算出來 但是我們在做統計過程當中 假設我們做的是相增淹水統計 河道裡面的水位 淹水的生命 和水位的變化 其實我們不需要 那如果我們沒有做一些適當的處理 情況下面 不同模式所統計的結果 在這邊的話 它就會把 第一個 我們會把整個災情變成擴大性 因為在資訊上面 它可能只要知道市區內的研究情況 就能把渠道 排水裡面的資料和資料 就能把整個這個高度 所以在資料的計算跟使用上面 會配合模式的需求 或使用者的需求 去做後面的求證 所以我們會透過資料供應還有計算 然後服務完之後 我們希望把這些資料內容提供出來 那我們目前的做法上面 我們剛才提到 除了將計算結果 打化成標準格式之外 我們透過ADI的方式 讓水準相關在位 去藉件資料內容 然後在NHDR裡面 我們也做了這個方式 讓NHDR的災害情勢網 可以有效地把這些資料內容 一直到那邊去做實料 所以我們研究的部分 從單獨的運算 就算資料供應以外 然後我們最後是成果 然後讓使用者 或是模式開發者 甚至不同平台的使用者 他可以有效地進行資料內容 那這些資料界格式上面 它所需要的標準格式 那盡量去Follow 目前在資訊傳遞上面的一些標準 或是一些OG系的一些標準內容 這就是一些檔案資料交換 讓這些資料交換可以更為便利 再跟這些單位合作完之後 其實我們會 像我每年會去 從2009年開始之後 我大概每年會去荷蘭一次 去跟他們 第一個是剛好計畫執行商業去國 跟他們這些計畫的細節 同時去做一些應變流程上面的調整 讓對方知道 我們在資料處理過程上面 所遇到的問題 甚至是當國外的開發者 發現到我們所做出來的檢報內容 和我們的成果裡面 他們在我們國家裡面是沒有的 是不是可以直接透過一些設定辦法 就可以讓他們的流程上面去 對 我們在從2009年到2017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陸續跟英國還有澳洲的夥伴 去做一些資料交換 甚至是我們把一些開發新的ID 在台灣測試完之後 可能他們當年度就在台灣去差不多 這個有一個興趣中 如果大家有興趣 在這個興趣中 想要遇到他們自己的聊天 可以通過自己的卡片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的系統 所以我們讓這樣的流程上面 除了單股是在國內使用以外 同時我們會吸收一些國外的新的ID 也讓這樣的資料內容 可以讓持續把國外一些新的想法 或是一些ID的卡進去 然後目前在國外的合作上面 他們大部分會朝向和分手 做出一些利用 所以我們讓這些資料內容上面 除了把台灣的使用經驗提供出去以外 同時我們讓國外可能一些 之前比較少接觸的消費內容 可以慢慢移到台灣裡面 設計這模式的部分 那目前Fuse大概有到去年年底 我去參加的時候 大概有些收穫期間 那最主要的部分 目前大概是在歐盟 跟美國 還有南美洲 還有澳洲 這些國家 是比較大的使用單位 那中國在去年 應該說他們在北京奧運的時候 有測試過一次計劃 然後他們在去年 在他們的途中 也做了一次新的加工測試 所以目前中國可能是未來 他們一個比較大的使用的地點 那我們除了做洪水運到水部操作 電廠操作的一些航運所支援 那其實很多的學校單位 還有應變單位裡面 把Gave拿來當作資料轉發的一個 讓他有效地去做資訊效果 那這是目前 有幾個比較大的使用者 他們在針對他們的系統上面 去做開發的內容 那目前在整個架構上面 我們可以繼承的內容 大概是美國開發的結果 或者是澳洲所開發的結果 可能在後年度 他就會share出來給每個使用者 用途去做分享的工作 所以我們可以在不同的使用者的角度上面 我們得到第一個 很快可以讓各國所開發出來的新的產品 或是應用的內容 我們可以很快移植到國內裡面 那所以我們希望透過資料的標準化 自動化和作為化的方式 讓這些資料串接流程 可以達到一個自動的方式 然後目前在資料交換上面 其實在國外的經驗上面 或是我們自己所接觸的方式上面 是開放的資料跟開放的戰鬥 其實才會讓整個系統發展輸入更快 同時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到底模式還有資料面 到底哪些地方會不會 然後另外跨領域的溝通 其實是一直很大的 在資訊 你不論是資源交換或是裡面的商量交換 可能需要透過完成的文件的流程 那模式的開發者或平臺直接 甚至是應變單位的展觀 會知道說他到底有什麼問題 或是說展觀說 為什麼你自己這樣一直都沒有 為什麼你一直這樣一直都沒有 為什麼你一直這樣一直都沒有 那透過這樣的流程上面 我們可以很快將模式 打到一個標準化的流程的間接 然後同時當街址 也是可以很快去做傳接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站在巨人的基本上 除了傳統上面 我們以Google當作一個巨人 在水利的角度上 就是模式平台上面 我們覺得以荷蘭做開發平台上面 它確實是一個目前在資料檢討上面 相當必利的工具 所以我們可以專注在我們的 特定的模式的開發 或是特定的分析內容去做出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在今天我們在跟荷蘭同時合作的時候 他們其實提到 台灣的地點非常的特別 因為剛好它在亞洲的人 對 旁邊 那其實很多的資料內容 或是氣流的影響上面 它其實對於整個 後續亞洲或中央半島那邊 有很大的影響性 那如果我們的資料內容 夠完整的情況 下面其實他們很多國家 在亞洲國家 是很希望我們 我們的資料內容 可以提供給他們 或是我們的測試賽 提供他們模式 可以更完整的測試或驗證 那因為像有一些 亞洲資料內容 在最靠近大陸 亞洲最大陸的邊界的台灣 其實在台灣 所以如果在台灣這邊 已經驗證得夠完整的情況 下面其實再繼續往 思議過去的情況 他們的設計會越理想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後續的模式發展上面 我們也可以提供給各個 我們會再參加這個測試的基地 這是我主要內容 然後上面有些資料內容上面 其實目前我們有將這些資料內容 甚至是荷蘭一些相關的文件上面 大家可能有興趣要跟進去做下載工作 然後後續的一些補充文件 所以如果有資料的索取或使用上面 我們可以在後面 檔案公益處理所 好